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25集 血祖开眼 他的心跳渐渐传遍四周 渐渐代替了血祖的心脏 随着跳动四周的血管开始颤抖 白小春的吸神更是扩散开来 他感受到血祖的身躯 感受到在这血祖的体内 那108大血中所有的筑基修饰 更是感受到了72窍中的太上长老 还有那36条经脉内的血部 以及七个老祖化作的破 哇 就是血祖 白小春发出一声低吼 这吼声轰鸣 没有传出血祖身体外 可却在其体内回荡 清晰地传入这里所有血祖宗修饰的心身内 化作了雷霆 又如一个信号 在白小春开口的刹那 此地所有血祖宗的弟子一个个都打吼起来 全身气血轰然爆发 这种爆发 从血尾开始经过血窍 凝聚精脉 又融入七魄 再汇聚 白小春的意识中 若是换了其他人 做不到这一点 可白小春身为血祖 他与血西宗 有来自传承的联系 这种联系 使得在血祖体内的血西宗修饰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与血祖血脉同源 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意识 一个将所有人连接在一起的意识 而这个意识也必须一定是血主 轰鸣之声立刻回荡 从内向外 直至扩散整个血祖那庞大的渗区 随着震动 血祖身躯的皮肤 掀起了无穷的波动 使得通天河翻滚 使得血西宗山门不断的颤抖 大量的血西宗弟子 早就撤离了山门所在 整理好所有的行装 此刻站在河岸上 一个个带着激动 看着这一幕 站起来 站起来 不知谁第一个开口 很快的 血西宗的修士全部都在大喊 这一幕让其他三脉都呼吸急促 心神骇然 只是 想要操控血祖 又岂能是那么容易呢 就算是血西宗准备好了一切 可这种皮肤的震动 依旧持续了七天的时间 这七天来 血西一脉的修士都在紧张的等待 他们的喊声已经消失 可在他们的心里 更强烈的呼喊 血是始终回荡 其他三脉也慢慢不再全神贯注 尤其是血西宗与丹西宗 开始在通天战舟上改造 直至七天后的上午 突然的 在连续七天的皮肤震动后 血祖化作山峰的大手 血西宗的山门所在 竟在这一刻 传出了轰鸣声 中峰的手指居然 动了一下 似指是动了一下 可却让所有血西宗的修士 发出了兴高采烈的激动之后 惊动了其他三脉修士 使得他们纷纷看去时 立刻所有人都看到了 中峰的手指正在缓缓的弯曲 随着弯曲 无数灾上面的建筑被碾压粉碎 巨石脱落 可这一切没有人在意 在这目不转睛下 被通天河淹没的血祖伸去 也有轻微的动弹 河水翻滚更为强烈 掀起大浪时 其他的几根手指竟也在这一刻陆续的微动起来 这一幕让血西一脉修士疯狂 让其他三脉不断的吸气 无法形容这一幕的震撼 亲眼看到如山一样的手指在动弹 在弯曲 这对所有人来说如同是神话 哪怕之前有所准备 可依旧还是在心神内 掀起风暴 无论什么修士都无法避免 即便是三脉的老祖们也都一个个神色变化 双目收索 血西宗的血祖 这真的可以占起 灵溪一代老祖韩宗 此刻额头有些冷汗 他忽然意识到 白小纯对于血西宗的重要程度 还在自己的想象之上 赤魂老祖也倒吸口气 看着那不断弯曲的手指 他咽下了一口唾沫 额头有些冷汗 他心中很庆幸 灵血二宗在攻打自己时 没有出动血足 否则的话 那一战必定是横扫而过 玄西宗能存在下来 怕是能有现在的一半人 就算是不错了 手指的动弹并非很快结束 而是在之后的数日里 时常发生 无数山石脱离 甚至血西宗的山门 也渐渐看起来不再是山 而是越发的成为了真正的手掌 甚至有的地方都看到了皮肤 玄西一脉与丹西一脉 对于通天战州的改造 也终于在这几天里完成 随着两脉修士都搬入进来 他们与玄西宗一样都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出发的准备时 血足的右手 其动弹的程度也越发的频繁与惊人 直至这一天 当血西宗的山门 血足的手掌 五根手指一起动弹时 声响动八方 无数人亲眼看到 这五根手指竟然缓缓地握住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随着狠狠一捏 轰鸣结 手背位置上的无数岩石直接的崩溃爆开 天空如同下起了石雨 引来无数惊呼的同时 这只手的手臂居然也动了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永恒 哪怕只是简单的缓缓移动 可因其与大地连接 与通天河连接 使得整个地面都颤抖 巨像回荡时 一道道裂缝 直接从地面上扩散开来 不断的蔓延之下 甚至由靠近通天河区域的地面 开始坍塌 而河水的翻滚 在这一刻也是强烈太多太多 甚至丹西宗的通天沾州 都因着河水的起伏而摇晃了起来 他这是要干什么 一动手臂 莫非 莫非是要按住大地 借力站起吗 试魂老祖师生 他话语一出 四周所有人先是寂静 而后慢慢的都看出这巨大的手臂 似乎正是这个举动 三宗老祖 所有弟子 此时是摒弃凝声 血系宗的欢呼 又一次传出 站起来 站起来 这生意一次比一次强烈 似乎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要把所有于心中的呼喊全部从口中一次性的爆发出来 在这呼喊时 血族的手臂动弹的越发剧烈 卡卡 卡卡声下 燃时脱落的更多 而此刻 在这血族体内血系宗的主机 金丹 以及老祖们在这半个月的不断融合下 每个人的修为都在不断的爆发 于血族的融合渐渐的更为彻底 而最艰难的就是白小淳 他不但要将所有人的意识联合在一起 化作一股思维的同时 更要扩散整个血族体内 他就如同一个中书 稍微一个差错就会失败 半个月的时间 他不断的尝试 他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可他没有放弃 血细纵的修士 给予了他支撑 给了他力量 给了他神识 他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所有的一切 凝聚成让血族站起来的动力 此刻他身体颤抖 盘西坐在血族的心脏内 随着他的心跳 血族的心脏也不断的振动 更有大量的血气顺着血管 贯穿全身 哇 是血族 白小春 低吼了一声 经过半个月的融合 他的意识终于在这一刻 不但将所有人的一切都引导过来 更是没有任何差错的 将其化作自身之力 送入血族体内所有的区域 轰鸣节 白小春 白小春双眼赤胀 在他的大吼下 他的脑海更是轰鸣起来 仿佛在这一瞬 他又一次回到了传承式的那种感觉上 在那感觉里 他就是血族 这感觉在这一刻 比上一次更为明显 白小春 白小春呼吸沉稳悠长 他立刻牢牢的抓住这一瞬的感觉 右手猛的抬起 向着下方狠狠的一按 几乎在他抬起自身右手的刹那 外界的三宗修士 全部睁大了眼 每个人都脑海轰鸣 态度的人 尸声惊呼 这 这 动了 在所有人的墓中 血族化作灵溪宗山门的大手 此刻在滔天的轰鸣中 竟缓缓的抬起 手臂弯曲后 居然一掌落在地面上 手肘高高抬起 如同一个人 住着大地 用来支撑身体 要 站起 大地传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无数的裂缝崩溃 掀起滔天尘土 化作了风暴 向着四周横扫时 整个地面被暗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通天河的大浪 此刻好似疯狂 这河水的翻滚 在所有人的记忆里 前所未有 更是 在这众人稀奇的瞬间 有两道明亮的光芒 刹那间 竟在通天河下出现 那是目光 是血祖的目光 更是白小春的目光 通天河下 寂灭不知多少年的血祖 他的庞大的头颅上 双眼 缓缓地睁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